大家好呀,我是妍妍,这回是早上的六点半 我要去大棚里面了,今天请了几个阿姨 不是上次买李子送多肉,送了一些空盆吗 那些地方没有多肉 要去那个后面的育苗的棚里面捡一些 然后还有把前面坏的清理一些出来 清理了给它插在那个盆里 等它先长着 其实夏季它是要生长的 只是说如果你给水给的太快的话 它可能就容易化水啊 出现各种的问题 不能反揪了 在后面地里了,开杆 我妈和阿姨在后面拔草 像这些,你看吧,像这种火箭 都可以弄了,晾着 然后牵擦 你看,我这下面的左右真的是长得太长了 把这些尖纸全部都给它短了 像这种土长的,就特别适合砍头牵擦 因为它下面那个杆子凑得比较长嘛 下面它又会冒厕枝 这用来当母本挺好的 顶单的位置还是很紧凑的 这样长一长放前面空一空 因为后面的这样往壁度太高了 你看这边叶叉的 之前的好多的那个饺子皮 饺子皮还是比较来找啊 你看干成那个样子 现在时间干那么厉害 都没有挂掉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 把这些能砍头的跟阿姨说了 然后给它砍头,砍头插前面的棚里面 重重重 疯狂的重重重 马上给大家发米头炒了 又要送很大一部分多肉出去 所以说要加油重啊 不然跟不上这节奏呀 我们说好了要把多肉做成副业的 这颜娘我们回去 回去把乌骨头弄哈 把乌骨头顺便搅上碎 乌骨头也有好多这个坏的 每天回来的第一件是 事情就是先看我们家的小兔兔 母兔兔你的小宝宝呢 小宝宝又钻草里面了 还是去那边了 这块阿姨在帮我弄 这里面坏的再剪 我要去把水管拿来 那边的干得太厉害了 夏季的多肉还是不浇水 是不停的 你看这石球面纱 都干成这个造型了 必须得上水 上一次你看 这都晒浮了 这一颗 这个都坏了 上次都晒浮了 要给它点水 其实有水 它叶片厚了 还不容易那么晒浮 看上次的这个白鹿的井 你看 童子里面干了的肉 反而不好 这个外面露养的多肉 你看 它反而长的精神都不得了 只要能排水排得好 其实路养很多多肉 都是没有问题的 就排水做得不好的话 可能就会泡 泡了就容易坏 看看我们家的红辣椒 等会儿 摘几个 摘几个回去盐泡菜坛子 每次都说浇个水 别看浇水 我就浇棚子里那个水 我就浇了两个小时 说出来可能你们都不信 浇水都是一个大工程 后面还要清理坏的 上次太久没有浇水了 棚子里面有一些都干坏了 但是大部分的肉肉还是比较抗干旱的 它怕水 但抗干旱 我上次的肉肉 有一天太晒了 忘了拉这样网了 就被晒伤了 尤其是这个比较嫩的 就是我们过去看看 他们煎了好多了 煎到四点钟 都回家 刚去摘了点葡萄 葡萄 自己种这个葡萄 现在是怎么去的 就是逛哪个 逛逛奶 这是奶的 嗯就是 你看看 就把这些长干屋是一间了 我这回又到大棚里面了 看我妈他们剪这个 剪多肉 太长的 嗯 你只剪长的 剪长的 剪个滑过多少就行了 嗯 看头的 再擦一部分 你看 总是能发现一种焦焦的 这个桃花园好漂亮 好饱满 这个大鹅 怎么才能让它走开 这个大鹅 大鹅 大鹅快走 这个景还挺好看 好了 那 我 我 那 谢谢观看